持續帶您來關注海軍陸戰隊發生的突擊艇翻覆意外 造成了兩死一重傷 那麼海軍也緊急召開了調查記者會 目前初步已經排除了人為跟機器的因素 懷疑可能就是海巷奏變導致突擊艇翻覆 當時的三位士官兵他們被強浪拍打 造成了吸入性的嗆傷昏迷 當時因為他們都穿著救生衣 在水裡頭漂浮導致他們沒有辦法好好站立 即使發生意外當下水深只有150公分 還是發生遺憾 記者會上政戰主任副指揮官雙雙落淚 海軍陸戰隊復州意外調查報告6號下午出爐 直指是因為氣候奏變為主要噪音 6號突擊艇因為受到後方涌浪的推擠 導致翻覆 綜合判斷環境因素 是我們這一次造勢的主要原因 據海軍描述 3號上午8點 陶紫原海灘進行周波登陸演練 而過程中 8點觀測時海巷皆符合操練標準 直到8點40分海巷奏變 瞬間涌浪增強 8點48分突入其來的後湧浪將2號艦與6號艦翻覆 儘管水深150公分 離岸僅僅160公尺 當時共14名的人員落海 6號艇7人 2號艇的4人自行游到岸邊 其中阿瑪勒 道卡杜等3人送醫 軍方排除是人為於機械因素釀過 這是因為肺部進水 導致肺炮無法提供充足的氧氣 來供應各個器官 以至於腦部缺氧 會產生昏迷的現象 救不回弟兄海軍製作影片 用最高敬意免懷殉職刨責 國防部長顏德發也因為弟兄不幸罹難 落下男兒淚 強調勳人的階級雖有不同 但是所肩負的責任與使命是相同的 勉勵弟兄漢光演習更應該全力以赴 完成他們生前努力達成演習任務 介意告慰英靈 記者謝君仲 張雨萱 SN小組 台報道 女朋友等於是坦承婚外情 但是她反駁性侵 目前遭到了物理治療所解職 解受如何協助患者學習正確姿勢 開講的是捲入性侵怡雲的 物理治療所前執行長 事業有成三年前創立物理治療所 當執行長事發後隨即被解職 她第一時間身影 關臉書 倒是她的太太先出來擋炮火 老婆臉書發文 力挺丈夫 營造被害者形象 接受平面媒體訪問 承認自己婚外情 但還是躲起來 原來她早針對妨害名譽提告 你真的對不起 我好像發誇了一樣 但我沒有要對你動作 我只是想好好跟你說說話 我沒有要做什麼 我沒有要傷害你 痛酷失聲也間接任了動手 親身女員工發簽字文 指控執行長性情逼迫交往 雙方對話也曝光 男方深情告白要女生說愛她 但女員工只是冷淡回覆 男方還說很努力達成承諾 你的事我一直放心上 可能做的不符合期待 直到關係曝光 召集問女員工 真信社打電話給我老婆 怎麼保護你 但死者電話都沒接 我們就是都一起盡待 那個司法的調 其實還是屬於個人的 私領域的事情 雙方2017年在物理治療所認識 被認為是長照見明日執行 女員工曾經受訪提到 執行長保證讓我拓電當店長 讚美公司對員工的重視 她保證一定讓她當拓電的店長 就是妹妹一樣照顧 寧可不要當什麼店長 不要什麼東西 寧可去當個約聘人員 就是要遠離她 執行長電話未接沒有回應 檢警也將傳喚相關人員調查釐清 是什麼讓年輕性命就此殞落 家屬只想要一個真相 記者作客報導 在清晨六點多彰化花壇 也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意外 72歲的李姓富人 當時騎著摩托車 她要綠燈執行 要到兒子的店去幫忙 當時呢 她騎在一輛槽車的前面 沒想到大車右轉疑似是內輪差 根本沒有看到她 兩輛車就這樣撞在一起 富人倒地之後 又被大車撵過頭部 當場沒有生命跡象 那麼富人的兒子 趕到現場非常的難過 她說媽媽每一天都會到店裡 去幫她的忙 也痛罵駕駛 在車禍發生當下都沒有停車 根本是蓄意殺人 十字路口 一輛槽車打方向燈 準備右轉 一旁的機車疑似要往前騎 沒想到雙方發生碰撞 女騎士當場倒地 駕駛根本沒發現 直接碾過 女騎士頭部重創 從另一個角度看 槽車右轉當下 女騎士閃避不及 被撞擊倒地 當場死亡 事發地點在彰化花壇 七十二歲李姓富人 一大早六點多 原先要到兒子的自住餐店 騎車在中山路 和繁華路口 和草車碰撞 死者家宿 聽到壞消息 趕到現場悲傷痛哭 早上去店 去外店 幾乎 人也沒在痛苦 沒在痛苦 都會 怎麼都想不到 媽媽一如往常 要到店內幫忙 而車禍地點 距離自住餐 大約1.5公里 竟然在路上發生意外 死者家屬質疑 駕駛撞到人後 不只沒停車 還直接撵過 控訴蓄意殺人 死者兒子通罵 指控駕駛撇清責任 而趙氏的四十歲 料姓駕駛 聲稱沒看到女騎士 聽到撞擊聲響時 已經來不及了 警方指出駕駛 每九駕 將進一步 釐清 肇事責任 清晨一場無情的車禍 死者和家屬 天人永隔 記者陳盛偉 王毅超 王百英 彰化採訪報導 這馬路上狀況劇 就是很多 台北有一間搬家公司 他們當時在路邊綁貨 工人要固定這個繩索 結果把繩子這麼一拋 拋到了對面 剛好呢 有一位機車騎士經過 整個人就被繩子套牢 像是牛仔套繩一樣 結果害得他當場摔車 搬家公人在貨車上搬貨綁貨 只能左邊一名工人拋出繩子 但對印象來了一名騎士 就這麼剛好竟被繩子套牢 騎士整個人連人帶車往前慘摔 就像套圈圈一樣 再重複看一次 工人把手上的繩子往前拋 正中對象的騎士 害騎士直接翻車 當時的搬家公人 就是站在像這樣的位置 而前方的都是搬家的物品 他在拋繩的時候 並沒有看到前面的騎士來了 造成車禍 事發在新北市四月初 工人們都在搬運東西 由於是開放式的貨車 必須綁繩子來固定 其實左邊工人拋繩 視線死角下 沒看到騎士直接透重 造成車禍 拋這些繩子的時候 應該是一個人要注意前面 一個人要注意後面 這樣才會注意 可以保持安全 一個人的話 我盡量就不會這樣拋了 我就會拋上去的時候 再爬上去這樣 把它拉下來這樣子 都要有技巧 不能就會卡在上面 不能就要爬上去 再拉下來這樣子 其實搬運物品 在林廷路邊都得小心 最危險是開車門瞬間 還有下貨要綁選擇的時候 就是開門的時候 或者是說要離開的時候 門都沒有關好 會用到人家的設置 或者用到機車還是怎樣 都很危險 繩子不一定安全 一定要用那個帆布把它捆住 路邊車輛多 臨庭搬家都得注意來車 以免像這樣一套 鄭重套重 路過騎士摔得無辜 解成這樣一下台北 採訪不到 全台各地連日高溫 每一天大家都在喊熱 在台北市也經常突破36度 如果說里陶恰雅雅 在這樣的環境上下班 真的可能會熱傷害 台北市的勞動局呢 在今年6月1號就開始展開了 熱危害勞減 到6月30號為止 這整整一個月 查了885件案子 但沒想到開罰卻是零 難道真的大家都這麼的守規矩嗎 台北市議員張思剛就質疑 北市府的勞檢規定說 要設休息站 要有飲水站 要適當休息 但勞工朋友們 真的有去休息了嗎 根本沒有明確規範 也IP是做做樣子 這裡是台北市文山區 社會住宅新建工程的現場 這邊溫度已經來到了36度 體感溫度將近40度 不過可以看到 工地這邊的工人 都是在沒有遮蔽的情況下 持續工作 工人揮汗如雨般 著一瓶又一瓶的 高頻午後的大台北地區 氣溫狂飆36度 已經達到了高氣溫 戶外作業治安法所明定的 危險指標 看看工地保全的臉 被曬到像關公一樣 裡面沒有什麼遮蔽物 無論是臉還是雙手 皮膚都被曬到皺起來 掀起袖子跟手錶色差 超明顯 每天站崗在工地前12個小時 曬好曬滿 總統我們保全12個總統 剛曬的頭幾天 那皮膚像80歲老人的皮膚 做不了會脫水 如果你一直流汗 人耳會虛脫掉 連日高溫北市勞動局 進行勞檢 其中像是文山區 河濱步道工程被抓包 沒有設置休息區域 以及備有飲用水 明顯違規遭到勸導 而議員卻爆出 今年6月起 勞動局進行熱危害勞檢 一共885個場次 其中6個場次 違反規定遭到勸導 而開罰案件竟然掛鈴 我們的法規出現很多的規範不明確 或是在執行面方面 還有很多的漏洞 議員批評所謂勞景規定 就是氣溫超過36度時 要設休息區以及飲用水 且適當休息 但何謂適當休息 卻沒有明確規範 另外大馬路口 舉牌工同樣頂著大太陽站崗 一站就是好幾個小時 沒有遮蔽物 恐怕也是勞檢漏洞 勞動局任了 確實有機查漏網之 於台北市氣溫頻頻頻刷新 若相關勞景規定 沒有與時俱進 恐怕難以保障戶外勞工的職業安全 借姚家鼎王乃瑜 台北報導 每天上班都偷溜回家 而且摸魚長達10年 終於曝光了 在台南 這一位是資歷12年的清潔隊員 被人搜證指控 因為他清掃的路線離他家很近 每一天都騎公務車回家休息 至少一個多小時 如果說遇到了週末假日加班 甚至是整個下午可能都在家 民眾就這樣跟蹤 搜證了摸魚 他摸魚一整年 那麼他也坦承這件事 現在已經被調離原本的工作崗位 畫面中 整名綠一騎士 約上午9點半回到家 接近11點又起車出門 下午2點46分再回到家 4點22分又出門 5月31號藍色衣服的也是同一個人 即半小時到2小時 更誇張的是 澄清隊員還在假日報加班 結果回家休息一整個下午 被指控這樣的墨浴行為 已經長達10年 報局其實在108年3月的時候就已經有接獲到有人來檢舉這位誠信隊員 收集到的證據不足 所以當下就是沒有查到違規的一個情勢 機法的規定是4個小時裡面要有30分鐘的休息時間 但是這個30分鐘的休息時間 原則上是要在區隊或者是他的工區上面來做休息 就向那個成員來進行約談 那成員也坦承 他在騎士隊的工作告一個段落之後就回到家裡面去休息 被指控的是台南環保局安南區的清潔隊 檢舉人不只搜證清潔隊員摸魚 甚至認為上級包庇 直接公開影片希望揪出害群芝麻 記者賴慣張李晨諺台南報導 到了夏天也是涼麵熱賣的季節 但是小心俊從口入 台北市衛生局抽查了市面上40款熱門的涼麵 發現有3家大腸桿菌都超標 而且是初檢副檢都沒有通過 開罰3萬元 那麼其中有一間還是大家吃了40年 開在萬華區的涼麵老店 這業者也回應了他們會盡速改善 Q彈麵條淋上糖水芝麻醬 配上小黃瓜消暑又爽口 台北市衛生局針對市售40款涼麵抽驗 竟有3間業者賣的大腸桿菌超標 在保存溫度以冷藏的方式 送到我們檢驗室進行相關的檢驗 那依據我們衛生標準的部分的話 我們檢驗是大腸桿菌群跟大腸桿菌的部分 違規店家名單出爐40年涼麵老店 也上榜包含中華路二段阿春媽媽涼麵 松龍路上的眷村涼麵 還有北投的飯糰店小攤販 販售涼麵安全檢驗不合格 衛生局各開罰3萬元 違反實安法第17條 新台幣3萬到300萬元的罰款 那三家的話因為他出抽付抽都不合格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依法開發各廠商3萬元了 實際來到違規涼麵老店 平日上午湧現排隊人潮 業者說韓俊亮缺失已經著手改善 另一屆業者則說當時正值疫情 面賣的少放的酒因此出問題 一旦攝取過量大腸桿菌 恐有腹瀉 惡心嘔吐等症狀 恐壞集體食物中毒 萬一小朋友吃下肚 後果更是不堪設想 營養師建議如果擔心把細菌吃下肚 最好多吃65度以上烹煮熟食 減少身體負擔 記者孫盈盈 楊祥玉SNG台北採訪報導 接下來是涼麵的擂台PK站 有很多另類的口味您有吃過嗎 像是嘉義人才懂得消暑吃法 他們吃涼麵 這個醬裡頭可是加美乃滋呢 還有業者推出了比較嗆辣的芥末口味 一開始民眾還以為不能接受 沒想到這麼一吃還挺帥氣的 接下來我們要帶您來看 這南北涼麵的好味道 淋上醋 醬油 糖水 再來一匙大蒜汁 花龍點睛 最後疊少麻醬 這是北部涼麵傳統吃法 麻醬也香 而且北部會比較清爽 尤其這麼熱的天 有些店家麻醬會去打水什麼之類的 我們麻醬用的是最純的麻醬 不添加黃豆粉 不添加花生之類的東西 不過台灣南部人不這麼吃 大大一匙特調獨門秘方 再淋上味淋增添甜味 最後一瓢麻辣醬替悶熱酷暑提振食慾 重口味可以比較開胃啊 自己的話是比較不覺得啦 當然會有發熱的感覺 生辣椒加一些獨門秘方 然後最主要就是辣和麻 兩面南北大不同 北部人養生意識重 喜歡吃清爽口味以麻醬蒜汁占大宗 南部人則因為當地氣溫偏高 因此喜歡麻辣酸辣等重口味 不過這種口味你吃過嗎 涼麵上頭放上濃稠美乃滋 這是家藝人才懂的消暑吃法 還有這寄上一坨芥末 不僅提味也提提神 不討厭但是也說不讓喜歡 芥末也很重 很好吃 很好吃是不是 對 順口 炎炎夏日吃涼麵最對味 業者拼創意 蹦出新滋味 記者季冠宏林恩如 台北新北報導 台北市長柯文哲上任之後呢 就推了雙北捷運1280的定期月票 就讓你只要一個月花1280元 可以搭捷運 不用再額外多付錢 但沒想到有人搭到3000多塊錢 有人搭到破萬元 到底他們都搭去哪裡了呢 雖然說這樣真的很划算 但也讓市長柯文哲覺得滿頭問號 現在下令要追查這些大量使用者的軌跡 讓我們掌聲歡迎柯市長 出席經濟論壇 柯文哲看起來心情不錯 但一開口 活力全開 只要有唸書都知道 這次的振興券是完全沒有用的 如果不服氣的話 如果政府 中央政府還 如果他有辦法找到這個 經濟 有頭有臉的經濟學家 為你替他避書來做到有效 非常歡迎 對準中央推出的三倍券 柯文哲不留情 炮轟根本是國家戰略錯誤 再用醫師角度巧妙比喻 就好像你那個強心劑 你給他稀釋1000倍 然後每天慢慢滴你 跟那個強心劑一針打下去 效果不一樣 然後花五個半月慢慢滴了 滴了 就是沒什麼感覺 一連猛批 柯文哲沒再客氣 同樣讓他看不下去的 還有這 捷運公車搭到飽 而且U-100也有優惠 月票1280對於通勤組來說 是一大的福音 不過北市府卻發現怪怪的 雖然說吃到飽 但根據最新統計 有買的人平均使用1500元左右 少部分民眾一個月能搭到 3000元已經算超出平均了 卻還有人每個月搭到一萬元 就是有人利用捷運在做 快支 每個月份超過3000塊 那些人毀機到會上口 沒有人在看他可以 調查一下 資源還是要合理使用 所以如果1280 他給我做一萬多塊 不然你不要緊張 我們在查一定還是會注意各自 不想被鑽漏洞 柯文哲展現市長架勢 從三倍券到1280硬起來表態 記者 台中捷運綠線 力拼今年底要全線通車 禮拜一上午市長盧秀燕 率領相關人員實地考察 位在北屯的台中捷運機場 市長盧秀燕也化身一日列車長 跟行控中心展開對話 台中捷運綠線第一個列車長 台中市長盧秀燕化身一日列車長 跟行控中心對話 過程相當順利 剛完成穩定性測試 接下來將模擬24小時執行 捷運北中南部 我們是最晚完工通車的 但是倒過來 我們也是最新的 最好的 台中捷運綠線 力拼今年底全線通車 市長盧秀燕特別率領相關人員 實地考察位於北屯的捷運機場 預計8月將邀請各領域專家 共同檢視營運安全 確保系統穩定 我們的起跳價是20塊錢 那每兩公里加5塊錢 相較於各個捷運軌道來講 我們算是稍微偏低一點點 捷運綠線串接高鐵台中站 到台中副都心 沿線經過許多市中心漂亮的公園 讓乘客婉如在樹海上行走 已經蓄勢待發要跟民眾見面 接著SNG小組 台中報導 說到7月15號即將要收到的 振興三倍券 大家好像還是想拿到紙本 統計到今天下午4點鐘為止 將近700萬人完成預購 但是紙本券就佔了超過八成 想要領數位券的人根本不到兩成 現在為了要推動數位券 經濟部決定要加碼了 讓大家能夠抽獎看看能不能刺激大家改變心意 這要從綁定數位券的民眾當中 抽出25輛電動機車 那麼另外針對紙本預購爆量 經濟部也有了應對措施 7月8號開始要再加開一輪預購 直購的郵局呢 未來要比照零口罩的方式 採身份證的單雙號去領取 321按下按鈕電動車幸運得主出爐 這可不是慶祝尾牙 而是經濟部加碼 只要綁定數位券 就有機會帶回一台電動機車 你太亂聽了 如果真的給我抽到我就要帶回家 7月6號到7月15號 天天抽出一名電動車得主 7月16號到10月31號 每個禮拜抽出一名 經濟部祭出25台 總價高達132萬元 知名廠牌電動機車 要刺激數位券綁定 我懷疑我們不起車 要信用卡綁定的話 比較不容易不見吧 統計至7月6號下午4點 紙本券預購約573萬人 數位券綁定約127萬人 累積近700萬人預購 紙本券比例超過8成 今年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長蘇貞昌 都表態會預購紙本的三倍券 經濟部推動數位化 卻連自家長官都好像不相挺 畢竟是總統跟院長 我想他們有特別的安全的考慮 各個數位平台他自己加碼 看看有沒有廠商 願意來配合我們這個數位 送電動車後 其他數位券加碼 經濟部提不出來 反觀紙本三倍券 預購人潮來勢洶 中華郵政預估上門領紙本券恐破千萬人 派出郵局的貨車 來運送價值15億元的正心券 這個規模大陣仗等同於運鈔 警方展開了重重介護 那麼今天早上先從台北郵局出發 在11點先抵達了伊蘭郵局 這些正心券還要再送到 東台灣的花蓮跟台東 所到之處所有的警方都是繃緊神經 派出了大陣仗的警力戒戶 屯層戒備前後各一輛警車 以及正方車獨島車 就因為這輛郵局貨車裡頭裝的 可是剛領出的正心券 總價值超過15億 6號上午10點 這輛貨車從台北郵件處理中心出發 全身有15名遠警戒戶 另外在郵局外圍各路口的交通警察 也有20名 過程中伊蘭警方 共派出50名警力 經國道5號在11點抵達宜蘭郵局 一箱箱振興三倍券 僥倖意義運送下來 這批振興券一抵達宜蘭 宜蘭郵局這頭就嚴陣以待 警方在外借戶同時架設攝影機 就怕有任何閃失 因為運來的振興券 賺算共863箱5億多元 我們宜蘭縣警察局特別配合在各郵局 都有派駐警員在那邊協助我們 在配發鍋子都有很順利 這是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宜蘭縣警察局 提供大力協助 價值五一1780萬的振興券 就裝在九個戰板上 卸下後這輛郵局貨車 隨即在花蓮警方的接力介護下 繼續上路 要將花蓮的4.9億台東的4.8億振興券 儘快送到當地郵局以立七號起 開始分送轄區其他郵局 記者林醫生 姜萬倫已來報導 在西邊玩水這專家真的是希望你別跳 這個地方在南投的雙東甘西 過去這個地方就是名列危險水域當中 但是最近這幾年因為加蓋了藍沙壩 緩和了這湍急的水流 好像變成當地人的玩水祕境 每到夏天這個週末假日呢 很多民眾是吸加蛋居然要來這裡玩 那麼大人可能在旁邊烤肉 小朋友就在溪水裡這個涼快一下 很多人都覺得反正這個水看起來很淺很放心 但是其實水底呢暗藏這個大小的石頭 一旦小朋友要去玩這個跳水 角度沒有抓好可能會撞得頭破血流 大人小孩野氣旁抓魚游泳 吃吃喝喝玩得不亦樂乎 天氣好熱到野溪消暑 當然不能只是泡泡水 爬上石頭說跳就跳 我跳我跳我跳跳跳 這麼好玩不能只玩一次 家長的心臟很大顆 但其實南投的雙東甘西 過去曾被列為危險水域 近幾年加蓋了藍沙壩 才緩和水流 逐漸變成玩水秘境 水深也才去80公分 然後我們大人的話 可能就下去才半鳥而已 對 剛好小孩子玩的話是剛剛好 沒錯 溪水真的不深 但不要以為這樣就安全 正因為清澈見底水深不超過80公分 水底潛藏大小石頭 孩子開心跳水的同時水深不足 一個角度沒抓好就怕撞得頭破血流 小朋友在溪裡游泳 雖說家長就在旁邊 但大家顧著聊天聚餐 難免分心 里長也說來玩的人變多了 烤肉野餐吃吃喝喝也留下超多垃圾 滿地的垃圾 滿地的垃圾 野溪旁垃圾堆成一座小山 當地人很無奈 既然說如果來這裡吃頭的人 不可以把這份水搓走 搓走 不只要發揮功德性命重道 野溪玩水 別以為水潛就大意 放任孩子跳水游泳 不注意安全 小心弄得一身傷 這南投綜合報導 只要玩水就是要小心 就算在游泳池也是一樣 有家長帶著小朋友去學游泳 這個小孩才三歲而已 但是就發生了一起驚險的意外 這是在新北林口運動中心 三歲的小女童她一腳踩空 從膠血椅跌落到游泳池 這媽媽親眼目睹嚇壞了 趕緊把嗆水的孩子救起來 現在媽媽也很生氣 質疑運動中心 這膠血椅的設計根本就有問題 運動中心也回應 那麼目前已經協助退廢 未來他們會更小心 運動中心監視器記錄下 幼兒班游泳教學 頭戴黃色泳帽的教練 正在指導粉紅色泳帽學童 但在她右後方藍色泳帽女童 卻突然一腳踩空 跌落水中 下來在一旁觀看課程的女童母親 趕緊衝上前拉起 插點溺水的孩子 事後這名母親PO文指出 幸好我與先生在現場 觀看小孩上課狀況 不然今天小孩可能就沒了 他質疑為何不能讓紅色椅子 排滿要讓他中間有空隙 讓小孩一步就踩空 這樣不是會增加 場地上課的危險性嗎 他更以安全問題 應該不是用幾條命 才能換來的 希望大家能夠重視 被投訴的林口運動中心表示 一般幼童課程 因身高關係會使用教練椅 至此在教學過程中 因教練在指導其他學童 背對的小朋友才會發生這樣的意外 小朋友就知道他們是調皮的 就會亂跑 有時候會不受控 所以我們就特別在旁邊注意這樣 根據體育署規定 幼童游泳教學 一名教練最多只能指導5名學童 林口運動中心則是一名教練 帶4名學童 而在事發後 游泳教練也相當自責 目前運動中心 將協助家長退費 未來教學也將更加小心 以避免類似狀況再度發生 記者綜合報導 吃火鍋自己帶料去煮 當然會讓老闆很傻眼 其實在吃到飽的這些自助餐 或者是火鍋店 也經常發生 民眾自己帶塑膠袋 或者是帶保鮮盒 要把食材偷偷打包帶回家 甚至老闆都還列出了排行榜 在冬天比較冷的時候 大家喜歡吃鍋 所以牛肉片跟蝦子最容易被偷 在夏天則是飲料跟冰品 最容易被打包帶回家 五星級飯店BUFFET 下午茶時間開始 民眾排隊等著進場 吧台上各類美食 生育片跟壽司 熟食 生食 想吃就夾 但偏偏有些客人現場吃不夠 還想偷偷外帶回家 好吃的話 在這邊就已經可以吃到飽了 幹嘛還要再帶回去 不太適合做這樣的這個 就是第一個 我們沒有提供打包外帶的這個餐具 盛裝的容器 各類美食隨你吃飽 卻防止不了有客人偷偷打包 連偷打包都還有排行榜 分成冬天跟夏天 冬天就屬牛肉跟蝦子最受歡迎 夏天則是飲料和冰品 有心的客人會想方設法帶回家 因為它東西小 攜帶方便 甚至於有人一邊走 一邊拿了兩支冰 它的女士她打開了 她還在使用當中 代保鮮盒塑膠袋或是塞進包包裡 客人行為業者其實看得一清二楚 但如果被發現會先道德勸說 如果數量太離譜就得照價算錢 最嚴重的就是加收人頭費用 然後在旁邊放人了之後 自己帶來的保鮮盒 或者是垃圾 或者是一些塑膠袋 裝好之後放在自己的包包裡面 其實我們都有監視器 我們都是道德勸說 太過於嚴厲對客人來講 也是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在裡面已經可以吃到飽了 其實應該也不需要外帶的 就外帶這行為 其實是比較不好的 吃到飽的餐廳客人 外帶行為引起爭議 店家秉持一刻為尊 要不是太離譜 多半還是會爭一隻眼閉一隻眼 記者無辜真理就會高雄不到 有一面網友在整理 爺爺遺物的時候就發現了一碟東西 看起來像鈔票但又不是 賬面寫著是軍用手票 而且每一張都是泛黃的紙鈔 他就好奇的上網來問問大家 知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有專家來解答了 原來這是二戰時期 日本佔領地使用的貨幣 因為當時發行量非常的大 收藏的價格平均落在一張30到100元 等於是紀念價值大於幣值 但是還是有例外 有部分相當特殊的軍用手票 在拍賣網站上曾經喊價一張2000元 看開手上厚厚一疊百元紙鈔 只見上面印滿精緻花紋 一旁還有日本人物圖像 這中間印著四個大字 寫著軍用手票 在我阿公很日式的舅舅的櫃 就一大疊很多張200吧 桃園這名許先生在爺爺過世後 幫忙整理遺物時 整理到的一整疊印著軍用手票的紙鈔 好奇上網發問這是什麼 而這其實就是在二戰時 日本在各佔領地發行的貨幣 包括馬來西亞台灣或是印尼等 東南亞國家都有流通 就佔領地方越久 越久才發行的數量就越多 等於就日本他不可能回收嘛 就像以前德國馬克一樣 他不會回收的 日本政府專門用在各佔領地 當地不管軍官還是被殖民者 都靠這個買賣 而軍用手票也曾出現在電影裡 以連結主演的港片殺手之王中 老人打開裝著籌碼的箱子 裡面裝的就是滿滿軍用手票 不過現在這個古董及貨幣 價值多少錢大家都很好奇 專家表示馬來西亞或是台灣的手票 因為發行量比較大 所以現在還有很多在市場上販賣 價格落在30元一張 但如果像是印尼或是其他當時發行量較少的區域 物以席為貴 現在價格就會比較高 一張可以來到100元 如果是印尼大概有100塊 或者200塊 因為它量比較少 不同國家發行量不同 價格也不同 不過其實網路上還是有不少 歷史文物愛好著罕價2000元 到底有沒有收藏價值 民眾看法不一 不過網友爺爺的遺物 軍用手票也意外在網路上 引起熱烈討論 在林維峰之台報導 漢光遠的意外造成了兩死一重傷 那麼在當天擔任裁判官的兩棲教官楊昌林 在隔天被發現 在寝室旁的樓梯自傷不治 有人就大膽的猜想 會不會是當天他募集整起意外 壓力太大走上絕路 只是他再過半年就能夠退休領終身奉 加上他的情緒也沒有任何異常 藍營立委質疑 這會不會是軍方要少校扛責任 我們也獨家訪問到了 這位教官的高中班導 他說楊姓教官認真負責 而且受挫力很高 突然間傳出這個壞消息 大家都難以置信 立著小平頭農媒大眼楊昌林 在向日奎原對著鏡頭微笑筆夜 熱衷於運動 不論是壘球或是鐵人三項 通通難不倒塌 在百貨公司的餐廳裡 同學會二十幾人開心合影 身穿藍色上衣的楊昌林 就坐在第一排 給人留下的印象 樂觀開朗認真負責 他對待人也是相當和善 我記得他從班上的成績 都在實名類 運動部分也相當的接觸 他捨棄的國立科大就不去念 他就去家去讀軍官的狀科學 因為家境也不是那麼的OK 支撐家裡的經濟選擇軍校就讀 楊昌林從軍二十年在教訓部服務六年 在半年就能領二十年的鐘聲鳳 這回在三號漢光玉眼擔任裁判官 手持馬表驗證周波隊 行漢到達時間 也在現場募集周挺翻覆 傳出當時情緒並沒有異常 卻在五號走上絕路 早上八點三十五分被發現 在情勢旁的樓梯輕生 他不是一個很脆弱的人 他錯人容能力非常的高 不容易打倒他的 他本來是禮拜六要休假 他去台東玩的 卻選擇這條路 我是很安悶的 展述四月底曾轉發文章 內容提到逼迫我們到死路 字字句句透露國軍心聲 決決明智 昔日好友留言 你有難言之隱嗎 為你不捨難過 更寫下會讓你做這種決定 一定背負著很沉重的壓力 萊茵質疑 難道是替上頭扛責 國防部回應 此刻釐清比舊責重要 調查後將會給家屬一個交代 記者彈訊一位文宣 台北報導 大同公司的股東爭議持續延燒 那麼六月三十號 當時他們開了股東會 但是公司派跟市場派 是速度攻防 現在輪到投保公司出手了 也提起了裁判解任訴訟 經濟部也同意 可以讓百分之三的股東 自行召開股東臨時會 上百名黑藝人佔據股東會 市場派股東全被拒於門外 公司派大獲全勝九星全拿 六月三十號 大同股東會超過誤稱股圈 投票權遭到剝奪 投保公司出手 提起裁判解任訴訟 可以把百分之五十三的選舉權 把它 把它 把它丟到垃圾桶 我提起解任訴訟 不代表我認定它這一次的選舉 是有效的 市場頭一遭 因為股東會提起解任 大同公司派雜盛益 重金聘請律師團 護航經營權 卻還是被揪出破綻 大同公司有上一個重大訊息 他有承認說 他已經對於 他認為沒有投票權的這些股東 有提起一個法律訴訟 你會去申請假處分 就表示你知道你沒有權利做認定 頭髮公司針對大同部分股東沒有標決權認定 董事長鄰國文彥執行 業務違法 創紀錄題 接任訴訟 如果判決確定鄰國文彥 除了不能擔任大同董事 未來三年內 也無法擔任所有上市上櫃與新櫃公司的董事 就連經濟部長王美花也首度表態 兩條路 一個就是小股東可以請求召集臨時股東會 另外一個就是195條主管機關可以請他重開 這個禮拜應該會出來 經濟部給出時間表最快本週就會有結果 大同股東會公司派市場派速度攻防 頭髮公司出手介入強勢的公司派 似乎無法再問作經營權 大同公司若面臨重新改選 恐怕全面翻盤 賭王何鴻燊的告別式將在7月8號舉行 這位大富豪的長年墓地也受到了高度關注 有風水師就揭秘 這塊風水寶地堪稱是龍穴中的龍穴 不但形成是降龍腐虎的形式 從空中去俯瞰 更像是臨歸出海 這個墓園的風水絕佳 也庇佑賭王家族 能夠在未來幾十年持續興旺 爆門賭王何鴻燊五月底病逝 而他的長眠之地也正式曝光 綠樹參天環境清幽 這座衣山而建的昭遠墳場 正是何鴻燊安葬的地點 昭遠墳場並不是和氏家族的墓園 主要是給歐亞混血而使用的 而何鴻燊所屬的何東家族不少成員 也都安葬在這裡 包含何鴻燊大房女人何超英 還有他的孢妹何鴻燊 都安葬在昭遠墳場 而賭王何鴻燊的墓地 就選在與父親何世光 和母親的墓地旁相伴 據傳由於是特別選地 何家人還支付100萬港元的額外費用 風水師認為其實不只賭王的墓地 風水絕佳 整個昭遠墳場更是一塊龍穴寶地 從地圖你要看 墳場旁的地勢有龍脈 靠太平山走到西高山 形成青龍手 另一邊還有龍虎山 形成白虎手 加上摩星嶺的金星城局 讓這一邊形成降龍浮虎的風水形式 將避應滿堂子孫 福澤旺財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 墳場直往維港海景 也形成臨歸入海的格局 祖墳風水極佳 也讓賭王家族持續興旺 大家已經有同識 集體共同去處理 爸爸的核心 何家人預計這個月8號 會在香港殯儀館 舉行何鴻燦的佳祭 9號進行公祭 10號出兵 整個葬禮 將由四方共同籌辦 要風光送賭王 最後一拳 記者綜合報導 8號出兵 8號出兵